我的粉絲 我的朋友 我的好朋友們 我要宣布的一件消息就是 我任家宣Selena 我懷孕了 我給她取了一個小名 叫做小妖果 我怎麼講到這就很想哭 這哭點來得太莫名其妙了吧 這個是小... 這個點很光 我真的有一種覺得 我的腰果好像就終於讓全世界人知道了 41歲Selena 噴淚 宣布當媽 子宮藏4顆肌瘤 跟寶寶 差不多大 她現在還是叫你姊姊嗎 沒有啦 現在那人嗎 叫...加Selena 叫我什麼 萱萱嗎 萱萱蠻可愛的欸 寶貝 我要分享嗎 她叫我 萱 很可愛的啦 寶 寶啊 好可愛喔 天寶啦 加起來 好可愛喔 Selena去年被拍到於小七歲圈外男友小徐 親密互動 隨即大方認愛 如今更纏來 好消息 現在這個心跳下有點喘啊 怎麼會這麼緊張啊 我是想要給大家驚喜 然後把自己搞得那麼壓力那麼大 所有迎刃而解 我的粉絲 我的朋友 我的好朋友們 我要宣布的一件消息就是 我 任家宣 Selena 我懷孕了 耶 我給她取了一個小名 叫做小妖果 吃飯吃到一半 快七死了 這個好朋友真的是很不夠意思 允許你尖叫 開放一分鐘尖叫 我是說真的 我沒有騙你們 就是 的確我要當媽媽了 我真的要當媽媽了 這是我人生中非常不可思議的 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選擇第一時間跟你們分享 把這份喜悅分享給你們 喔 現在好激動喔 Selena透露現在寶寶已經滿12週 並送上小妖果的飛梯 朋友Hippie和Ella也開心送上祝福 深信這是上天寺給她的禮物 很期待新生命的到來 我一開始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不滿 就竟然是從記者嘴裡知道 可是下一秒就好開心好開心 之前她跟玉米聚會的時候 我看得出來她很喜歡小孩子 可是我們也不會去吹 因為他們是不是都還沒登記 算是有一點點就是前衛 先懷上了再說 我怎麼講到這就很想哭 這哭點來了太莫名其妙了吧 這個是 這個點很光 我真的有一種覺得腰果好像 就終於讓全世界人知道 最一開始就很嚴重很嚴重 瘋狂的嚴重的就是便祕 我完全沒有辦法上廁所 一開始也不敢啦 我怕用力 所以前一個月的時候真的嚴重到 我吃軟便劑也沒有用 我用晚腸也沒有用 更不要說我在過年期間呢就是 非常嚴重的皮膚的問題 手掌汗泡疹 我從我都不知道 會這麼嚴重 我沒有掌握這麼嚴重的汗泡疹 然後那個全身的皮膚都是毛囊炎 所以完全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你只要一睡覺 你體溫升高 然後就開始冬抓心抓 很癢很癢 然後我又不敢吃藥 又不敢擦太重的類固醇 那段時間真的好痛苦 而且我的腹腔啊 東西很多 除了本來就有的脂肪之外呢 我除了子宮 現在裡面有小腰果 我還有四顆肌瘤 我本來就有四顆肌瘤 有一顆還大到四公分 現在那顆肌瘤應該跟腰果差不多大 但是還好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醫生那時候檢查 他就說了這個我長肌瘤的位子呢 就是都不會影響到小孩子 希望他能夠都平民安安順順利利 但是就是要努力控制自己的EQ啦 因為在這個階段很容易 兩個人都會失去耐心 好 那這個時候就是要忍一下 因為他也是屬於情緒波動很大的 Celia說會選在13日公佈 也是因為今天是愛犬Pinky 聚當小天使的日子 也很開心能在41歲自然受孕 被他選擇的感覺 我有無上的光榮 如果他真的來當我的小孩 那也是非常非常的棒